肾病末期小女孩 肾病末期诊断他是肾病末期 那他现在是建议他要起肾 12月10号的时候计算感是12.1 那12月15我们有再去做个徽诊 那那个时候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用原始点的方式去做处理 那12月15号计算感就有稍微下降到11的部分 他整体的身体上的体能啊 或其他的都没有异常 就是不会有想吐啊等等的 只有在他吃完饭后 就是他会如果不是那么消化的 他可能就会血色会变得比较苍白 然后可能会有时候会有点想吐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就是给他去做进行热敷 然后调整的话大概一段时间 二三十分钟之后他的血色就会回来 然后新的感觉就会消失 刚刚讲的西医的所有检查 因为我们的身体检查出来 身体的变化 其实跟我们体表观察的其实是一致的 我们身体从生下来 身体就开始变化 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那他的变化不是变老 就是变病然后慢慢走向死亡 什么叫病就是有症状 人哪里不舒服啊这些 如果没有那其他的变化都属于老 比如我头发白 那个但我没有症状或脸皮皱 那这个就是老 但是他吃完饭脸部比较容易白 他也会比较容易提倦 那原始点认为那这是病 症的体力虚弱 这两个有症的体力虚弱 如果以原始点的诊断 那这个他反而是重病 我们有分轻重症 那再严重一点叫重病 那重病还有分 比如形象一线啊命危 那如果以他的 他不属于轻重症 轻重症是以按特为主 只要把开关按一按就可以解决 但光就他容易疲惫 还有他吃饱饭 眼色会比较苍白 这样来看就足以认定 他是属重病 好 那重病的处理 一定是以热源为主 因为人体本来就有治愈力修复力 所以原始点跟西医 最大的不一样是 西医是靠外来的仪器 来帮他洗肾 但一洗就 这个孩子我认为就鬼了啦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现在这么小 一洗就一辈子 靠外来的一洗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以后不想洗也不行 洗久了 因为里面的功能都已经萎缩 长久不用 那就是注定他一辈子 要靠人去洗 那洗会非常麻烦 然后每洗一次 他等于是冰敷一次 所以一般洗肾的患者 长久生活会很不自在 因为也不能去长年理学 随时都要准备要什么 偷袭 洗肾 那一类 长久洗 寿命也会缩短 这是可以确定 因为冰敷嘛 原始点他是很直觉的 就是从果推因 所以我马上就可以跟你讲 他是重病 那重病又分三层 我刚刚讲就是一般的重病 然后再严重一点 叫做险下一线 也就是他体力越来越差 然后甚至已经影响到的活动力 那这个就有生命的危险 那如果再进一步 可能还有紧急呼吸困难 水肿 尿不出来 这些比较紧急的 那如果这些出现 那就更加严重 那不只是险下 还进一步命危了 这时候就要更加强热源 但以重病分成一般的重病 选项已陷到命危 如果我来诊断他 他是一般的重病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他短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 没有像西医讲的 要赶紧洗射 现在是最好调理的时机 你们要懂得怎么样来保养他 避免寒凉 他有吃西药吗 有 立刻停 因为他现在很寒 西药全部寒凉 你到底是要救他还是要害他 那原始点我刚刚讲的 他最主要的观念是 人体本来就有致抑力 而不靠外来 那外来的一些坏的东西 寒凉的 他因为热能不足了嘛 就不能吃了 包括冰啊水果啦 一些比较凉的 甚至甜食啊 那些都要进 然后更要进的是西药 西药比那些更寒凉 那如果你相信他人体本来就有致抑力修理 你看你们说的给他热源 他那个指数就下降了 那为什么 因为他人体自我调整啊 但要赶快让他知道 就是避开这些加重他的坏的因素 这个你们一定要去想通 要不然你们用原始点没有什么意义 一边来这里求解药 一边又在吃毒药 所以重点是观念 他现在没有那么危急 没有像蜥蜴讲的 那这种要让他完全恢复是很容易的 只要你们照做 原始点就是所有的方法 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他既没有用药 也没有侵入性 所以你们现在就要想清楚 你们是要让他以后靠一些仪器 来帮他外来的力量 来帮他一辈子呢 还是让他像健康的人活一辈子 西医他不只是讲到喜胜 就他喜胜是过渡期 最后还叫我的女儿去捐赠给他 现在做配罪 那个太离谱了 我刚刚已经讲 你从生下来你就注定要老要病 而不是西医告诉你怎么样 你就怎么听 我问你 体表你看出来的所有的变化 除了老跟病以外还有没有其他 没有嘛 我头发白就是老嘛 脸皮座就是老嘛 但如果我有不舒服 比如脸色突然苍白 看起来就病奄奄 像喜胜就是脸色就是暗黑的 那一看就是病态的颜色 体表跟体内是不是都一起的在老化 那生病同时也是都是这样 你们现在最大的迷惑就是 体表你们能同意我说 但体内你就完全的 抛弃了老跟病的概念 就一直相信那些数据 检查的异常指数是老化的现象 而非病态 有一个人年纪轻跟年纪大的血压那个指数啊 本来就不一样 但你硬要说他是病 那西医说他是病 你们就认为他是病 本来身体随时都在标 他在各种情况下他没有症状 什么都没有 体表的会老会病 体内所有检查出来的也只有这两种 不是老就是病 他的异常指数是老而非病 那异常形态照理我们发生长发育的时候 越来越高才对 但到了某一定程度 反而不会增加 甚至越来越来 甚至还会弯腰头背 那这个是老还是病 老 对啊 老啊 那他的肾就是不一样的形态 但是他也没有痛也没有什么样 那这个是老还是病 体表的你都会分 体内的除了老病以外也没有其他的 那你怎么分不出来呢 然后被吓唬成这样子 所以我告诉你 西医常常是无厘头 你别以为医学很进步 在我看法不是 他常常很多讲法 已经背离我们的尝试 甚至你只要稍微用智慧去判断 你就可以分得很清楚 所以学原始点是学到智慧 我今天跟你们讲生老病时 你们都一定会遇到 连老跟病你都分不清楚 那你在治疗什么 听懂了吗 这个孩子根本没什么啊 他唯一病的就是容易疲惫嘛 这个我们要赶紧帮他嘛 然后吃饱饭后会免色苍白 这一定不对了 那个热能已经不足了 如果体力再下降 那这个就有威胁生命了 而不是洗肾的问题 他根本也不是洗肾 肾跟心脏也没有关系 心脏如果不跳 他肾会好吗 所以那你自肾一定还要补肾啊 补心啊 如果没有热能去推动 你心脏能够跳吗 所以我要给他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层层关系啊 他光洗你的肾 其他都不补 我们先来减 然后洗肾 洗肾之后身体又变差了 以后又有一些毛病出来了 你又再开始烦恼了 每天这样你日子也不好过 他也很难受 其实本来就很简单啊 小的没有关系 你看他小小的 他身体功能都在 那表示他足以孤肤 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 好啦来我这里都不用手术 不用患症什么都不用啊 就是温服这样很轻松的 我是真心跟你们讲 不需要吃虚 然后如果听懂 我再奉献你们一句 以后不要检查 因为所有检查 不是要检查出老 要不就是检查对 老的机会说成对 都是随他讲 讲到本来没有什么事 大家好像 背着很大的压力 你来我这里不是很快乐吗 想通了吗 有 有 真的 你当妈妈的想通了吗 同意照我的方式 需要同意停了吗 立刻停 我敢叫他立刻停 就是我有办法 我很自信 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原始点的自信是来自于 无许做过太多的案例了 这个小孩子他 西医就是诊断 最后说一定要洗肾 那洗肾一段时间之后 还要移植肾脏 那在这个洗肾的过程中 叫他们家人找配对 也就是可能他那个两个肾脏都要移植 所以正在找他们的家人看哪一个 配对成功 那就准备把好的人的肾脏移植到 这个小女孩 所以他们来其实蛮大的压力 我看都眼眶都翻泪 那去西医检查 检查完又直接到原始点来 也是希望多听听吧 那想他们这样 所以多讲了一些话 就是告诉他们 这些都不是指的那么害怕 而且以原始点来看 他根本没有像西医讲的那么严重 西医看的那些指数说一直飙高 但是用原始点 他们也是只要温敷 那指数就会降下来一点点 可见这个都是在变化中 而且这些异常指数 在我们说过了 异常指数以异常形态 皆属老而非病 这个在疾病衰老都有讲 所以也跟他们做分析之后 他们就突然间 就比较能够释怀 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然后他们回去也照做 刚好又回来之后 我看第二次他们就好很多 那刚好也有类似的 之前也有一个也是要洗射 那西医来的时候 年色也是蛮苍白的 那做到现在也是改善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些 在原始点看法也没有那么严重 怎么一定要洗身呢 被西医都检查到 都会听起来都很恐怖的 那我们来看看 应该他还有后续追踪的影片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上次你们来之后 他回去你们都有照这样做吗 对就是主要就是以温敷 然后手法因为还不是很熟练 我刚刚看你念的很好 那你温敷之后他这些日子 就是从17号 现在也差不多快一个礼拜 整个的变化你觉得呢 最明显的会是在他的那个脸色 因为他之前吃完饭 就是嘴巴已经会发白 对对对 但是他自从那天来除脸过之后 他的嘴巴其实不太会发白 那如果他的脸色比较好 就是表示他个人 已经慢慢走 体力应该也比较好吧 不会常常疲惫的 对不对 对 他体力也不太好 这里所有的一切 我最重看重的就是这个 还有脸色 这个才是我们要最终的 这里这些除褐我认为都是假象 都是除褐 那你只要这些因改善 体伤跟热能不足改善 他就可以抗 所以以后这些应该都会慢慢恢复 还是比较容易想睡 可是脸色跟想住 这是改善的非常大 那这样应该你们压力就比较少 也没有再去西医检查了 好 不会了 妈妈也不会带她去 真的 决心又免死点了吗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子女 她在2021年的11月 那被西医诊断是有肾衰竭的部分 然后给出的治疗方法是需要去做洗肾 然后之后去派就是移植 或者是庆祝移植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当中 我们也展转看了非常多各大医院啊 想了解一下会不会她有一些是诊断有误啊 还是一个怎么样状况 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帮助她 那但是结果都是没有 就是她就是西医给出的这个方法 就是这些各大医院给出来的方法都是这样 那后来是在大概一个多月的时候 我们有到台北基金会 那那天非常幸运就是张医师有在现场 那也跟我们讲了非常的多 那也让我们更理解就是 到底这是一件怎么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受益良多 因为其实你听了太多太多的讯息 那很多事情是你当下会很彷徨 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但是我觉得那天张医师播空 让我们去了解这整个事情的发生 跟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然后他可以要怎么样的转变 怎么样的好转 这让我们会更有信心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也有不断的去找很多很多 咨询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真的很突然 就是他大概就是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从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就是变成一件非常严重 然后极度一场生活的事情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几次很大的转变点 就是我们去基金会之后 开始把原始点带到生活当中嘛 那但是因为在前面的部分 其实身体已经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其实在过程当中 还有一度就是我的子女 他月经来了 但是他那时候月经来了 呃10几20天 他都没有停下来 然后其中其实每一天 几乎都是有血块的 那就是类似就是血共的状态 然后所以其实因为这件事情 他到了后期 其实他体力是非常非常虚弱的 他前面的时候 他其实每天都还能走啊 然后只是他会需要睡午觉 可是在这个旌旗的尾声的时候 他是完全没有办法走 然后到最后甚至是 他的 他的 他的状况已经是严重到 他必须要再次的去书血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是因为他那时候真的太严重 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走 那家人是非常的紧张 送他到急诊去 那到了急诊之后 就是发现他的血色素只有2.5 那他有很严重的想要吐了这些症状 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给他进行了书血 那但是其实书血完之后 他并没有 他并没有在身体上感觉马上的舒服 他他的气色是有回来的 他身体并没有感觉到马上的舒服 那但是 后来张医师有来教导我们 然后如何去给他按推 那因为他的身体很虚弱 所以我没有办法用一般的原始点的手法 去给他按推 那张医师有让我们知道说 你可以用怎么样的手法在他 最舒服的状态下去 把他做一个解症的部分 然后让他的热能是可以吸收的 因为他有一度是 他的热能是没有办法吸收的 就只要给他用红洞袋 他会觉得非常的燥热 那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后呢 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是非常的 依照原始点上面的原则 去过我们每天的生活 那我会这样子提到是因为 其实在他大写工之前 我们有些部分做的其实不是这么到位 例如说他的姜汤 我们熬的时间不够 然后他的浓度就是不够 那再来是我们的饮食 也没有完全遵照温热性 但是他在大写工然后书写完 我们就完全照着原始点的方法 去帮他做一个调养 然后他进行温热性饮食 然后每天我会帮他做按推 然后会帮他做热敷 然后甚至我们还会进行姜汤灌肠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坚持 他的身体有很明显的好转 从一开始他跟我形容 他的身体像是灌了千块一样 其实他也是非常的紧张 因为他从来没有感觉过身体是这样子的 他的手脚所有都是举不起来的 就像是被人家用铁块绑住一样 可是在我们每天这样落实原始点之后 他的状况慢慢越来越好 然后从腰抱着到厕所上去上厕所 接下来是他可以自己走去厕所 然后再来是他可以做运动 那我觉得这一切的变化 他看起来好像不真实 但是他其实又很真实 其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当中 但是我很希望我可以找出时间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是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这段经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从你发现疾病 然后到你跟疾病去对抗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很像是你独自一个人走在这个漆黑的夜空当中 那你会非常的迷茫 你不知道前方是哪里 你甚至也不知道你后面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预言是点相遇 然后我们接收了张医师的指导 我觉得他就很像是在这漆黑的夜空当中的 星星一样照亮着我们前行 让我们充满了信心可以去相信 那也因为你相信你坚持 所以你会看到这些的转变 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因为病情的反复 然后感到彷徨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打开 YouTube的频道 然后看着张医师的直播 然后让我们去藉由不同的案例 然后更相信自己在做的事情是没错的 那也在这个当中 你也可以去更微调你现在在做的事 但是张医师跟我分享的一句话 我觉得很受用就是 张医师告诉我要以病为师 所以其实我们每天都不断的在观察 子女她身上的变化 我也请她告诉我她觉得她身上有哪些变化 那我们就依照这些变化 然后去根据原始点的这个疗法 我们去做一些进行 那其实我觉得真的说的答案都在影片当中 然后也在书本里面 所以其实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会不断的去看书 那我觉得在这个当中 让我认知非常深刻 其实第一个就是温热性是真的很重要 那再来当你有状况的时候 不需要紧张按推她可以帮你去解决 你当下的不舒服让热能进去 其实你的中华很快就可以缓解 对,对,对,对! 对,对,对! 非常cers于幸运和感受的论度 有个人的事情 在你上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洗肾之后 他们西医的计划是 再看看他们家的亲人 有谁能够跟他配对成功 然后两个肾脏都要移植 就是在亲人当中找好的肾来换他不行的肾 那我评估这是一个很大工程 刚开始我以为只是洗肾 原来西医不是这样 他们洗完肾这个过程中是正在找 就是家人看哪一个的肾可以用到妹妹身上 那我想这样下来 第一个移植外面肾脏去妹妹那里 即便会改善 但妹妹也会吃一些抗排吃药 类似这样 长期吃你妹妹的体力也虚 应该不是最好方法 而且家人 亲人 即便有好的肾移植给他 那他的家人毕竟肾脏肩一颗出去 另外只有一颗在负担 当然还是可以运转 但毕竟没有两颗好 这个很明显也会对家人都是一个负担 那所以我的建议是 看起来妹妹就是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我强调还是以热源为主 那因为他身上也有一些症状 所以以按推为服 那接下来你们就看到了 就是他在叙述 其中有一次就是妹妹比较严重 那去检查 就是他MC一直流血 他淋漓不断 这样流很久 他脸色也蛮苍白 所以去检查 就是血红素只有2.5 那输完血之后 他们就赶快出院 就是想用原始点 但当下又 就是觉得他很多症状 也不大会咀嚼 因为他只有躺在床上 那即便整急床在旁边 好像连翻身过来的力气都没有 那下床也没有力气 所以当时的情况应该算蛮危急的 也就是我说的应该还是属于 命为这种味道 虚到然后也吃不下饭 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 他们家属有跟我联络 我说可以到基金会 但那时候身体很虚 他们怕没办法 所以我只好有去他家 然后看 那看完之后发现 他们整个就是卧室里面 通风不是很好 然后妹妹那时候 穿着很多衣服蛮厚重 在这样小小的空间 这样对这样的环境对妹妹是不利的 所以也建议他们 妹妹不要穿厚重衣服 然后旁边用电热器 然后让整个环境温暖舒服 还要有一点通风 那之后我再教她床上怎么按推 即便没有整机床 那他们说妹妹会很糟热 但经过这样按推下来 我帮她按推 妹妹那一天就觉得很舒服 很舒服 她就突然间胃口大开 就吃了一些东西 吃完因为可能吃太多 胃又开始不舒服 所以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讲 饮食上一定要控制 就是少量多餐为原则 那我发现 他们家人在照顾她非常用心 尤其她阿姨 不断我教他们怎么按推 他们就都如实的去帮她 所以你们看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 然后那时候是脸色是苍白的 几乎也是刚输完血 还是因为她还是在流血 看起来脸色还是很苍白 那还身上那些前身 常常有一些症状 尤其是以胃肠 最为不舒服 当然她之前也曾经腿扭伤来基金会 我帮她按推过 所以我认为从头到整条脊椎到臀部 这些都要按推 所以我就在床上按推给她阿姨看 那之后就是由她阿姨来帮她 然后包括一些饮食 他们就比较注重一些细节 那常常会跟我们联系 那也指导他们 所以感觉上最后一次就是前不久 因为她可能吃东西又出了问题 大概饮食不新鲜还是整个 听她家人讲 然后胃肠不好 又有一点拉肚子 那体力下降 他们就有一点紧张 所以我又再次去她家看一下 发现这个是 只要稍微注意一下 应该不是大问题 那还是强调继续用按推跟热源 这个部分 那也是再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看她的血色 最后一次去看 跟我第一次去看 这时候已经差很多了 也就是她脸色已经开始有 比原来更有血色 没有那么苍白 所以我确定 她应该是正在好转 而且也能够自己做一些 在床上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然后还是可以下床走到厕所 这些体力都慢慢在增进 所以感觉上她已经慢慢脱离 所以即便偶尔吃错 就是吃了一些不新鲜的 但我认为那个很快就可以恢复 所以最后大家也看到 这个妹妹也慢慢就是好转 那她阿姨就把这一个过程中 也跟大家分享 所以当仪器检查出来的 当然我们可以当参考 但是更重要的是真的要以人为本 这么虚 然后孩子不是到真的不能救 我听说当休息一直跟他们讲 要洗肾就是 因为肾指数一直飙高 他们家人很紧张 然后我教他们一定要以热源为主 好像他们回去就开始给他喝姜汤 还有温敷 然后配合按推 然后再去医院 隔几天再去医院检查 那个肾指数就降低了 那西医也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降低 所以他们也不再 一直强求他要立刻洗肾 那也争取到 他们可以接下来用原始点 所以有时候指数你看 你提供热源按推 有时候这些异常指数 身体会去自然调整 不是唯一当作数据 当作这样来参考 然后就要洗肾 就要换肾 这是一个 我觉得蛮 蛮严重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 在被西医诊断 要洗肾或是怎样 事实上是可以努力一下 如果能够懂得热源按推 还有配合运动 有一些是真的可以不用洗肾 好 这一个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